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说这些民调我认为是不准的 我们产生新闻在美国也有记者 我们让他们就是说 你去找四年前支持川普 但是说现在对川普失望了改投拜登的人 结果没有找到 没有 没有找到 这基本上我们看别的媒体报道 他们对防疫对经济不是很有意见吗 转投拜登找不到 骂川普的人 四年前就骂 四年前就是反川普的族群 现在真正的过去是支持川普的 个别人有整体的族群板块移动 是这次不光是我们媒体 在全世界媒体没有找到 那么作为一个现任的总统 他要连任的话 一定会有他丢票的原因 所以这个点我没有找到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说川普在很认真地选 拜登没有再选 过去台湾经常说某某人躺着就能 躺着选举 躺着就能当选 没想到拜登真是躺着选举 根本没有出来跑场子 你怎么证明他没有认真在选 是躺着在选 为什么 你看川普每天他的摇摆州 每天跑四个场五个场 对不对 拜登基本上他除了 基本上宾州去了十几次 宾州因为在家门口 这剩下的地方只去了一两次 所以好像拜登在选宾州州长一样 所以说大家讲的 而且川普的选民 刚才看到非常热情 拜登的选民的话 他们要保持社交距离 就是画一个圆圈 每个人站在里面 跟他手法也是对的 但是说就是 估计我们小的时候 看西游记里边 那个孙悟空要保护唐僧 画一个圈让唐僧站在里边 说出去就会被邀请抓到 现在拜登的场子 只有四五十个唐僧站在那里 根本没有热情 那么大家知道 选举票是要催出来的 所以说川普很努力 那么川普的团队跟着很努力 大家的热情会带动支持者 支持者会带到他们的亲戚朋友 这样才能把票催出来 那么拜登他首先 他就是不努力带选 那么他的团队也没有热情 那当然他的渲染力 营给量就降低 所以这一次选举 要有一千 比上次的投票率要高出 大概上次是55.7% 这次大家说可能要到65%以上 要多出来一千万票到两千万票之间 这些票如果多出来的话 那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催出来的 那我刚才讲的台湾的这个投票 大家都偷川普嘛 对 至少赌盘啊 一面都赌川普会赢 我觉得是 因为我觉得台湾是最懂选举的 所以说他们一看就知道嘛 可是国民党赌的是拜登啊 那国民党就赌错了嘛 所以国民党不会选举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如果说 我认为当然说有几种可能啊 但是如果说明天早上 基本上很多地方的投票率就开始出来 对 如果投票率真能超过65%的话 我认为川普可能获得一项碾压性的胜利 那么明天注意的话就是 第一是这个 现在川普的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说南边这些地方 当然这个民调是错的 就是佛州 德州 亚利桑那 北卡这些地方都不能丢 然后把整个的南边完全控制下来的话 当然这两个是南州的 这两个没有办法 所以这几个摇摆州 它必须都要拿下 都要拿下之后呢 北面有四个工业州 就是明尼索达 威斯康辛 密西根和宾州 这四个州 把南边全部拿下来的话 有260票 然后这四个地方 只要拿掉一个的话 就到270票了 所以说呢 明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如果说佛州会很早就会出结果的 因为是最早开票的 佛州出结果 然后德州出结果 这几个州如果川普丢掉了 那可能就选举就输掉了 就输了 如果这几个全部能拿掉 如果运气好的话 能拿到内华达等等的话 那么就很可能不用到这个 那如果说川普的支持者全面出动 他的整个的红色的支持 红色的杠潮席卷上来的话 那我想川普也可能获得大胜 是是 你知道我问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说因为川普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提早投 能够投的话都10月3号才去投 对 那他说我说为什么 有些部分提早投 你当然要赶快提早去投 那是不是因为提早投 有可能会成为废票 现在看起来将近1亿的掀起投票里头 有五六千万都是邮寄投票 那这里头如果按照法官所裁定的 感觉变数很多 那如果依照现在所开出来是民主党的票 其实是比较多的 非常谢谢石板老师 马上连线给姚一敏老师 来我请教是这个戴老师 你觉得刚刚来自于美国华盛顿 这个顾问 是 苏顾问告诉我们大家 反而是川普当选 即可能暴动的几率比较高 他说是川普当选 暴动的几率比较高 不过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讲 美国选民来讲 他们透过了各自的媒体去认识这个候选人 想当然可能会有认知的错误 一旦有认知错误 当然暴动一定会发生 来你怎么看 这次全美是真的是非常紧张 我看了今天早上的这个纽约时报 他是好几篇文章都在讲 这个美国这个democracy会不会breakdown 这个是从南北战争以来 美国碰到的内部的最大的一次的这个挑战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现代的这个成文宪法 美国是等于是现在第一个共和国 是个成文宪法 这个从独立以后一七八九年 所以带动了后来的这个法国 跟这个其他国家的民主进步 可是到今天为止 到选举的时候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们台湾人过去好像做得很不错 因为这美国的这个体制 他因为是美国的肃杀氛围 比台湾更严重 联邦制 所以中央的这个命令 想做的事情 有些属于地方在执行的 那地方的这个州长 如果是不同这个政党的话 他执行的时候会打折扣的 也就是说联邦制的这个 有优点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选举 这个短兵相接 这个对峙 这个僵持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的这个首长 可以发挥的地方就很多了 你比如说现在看好几个大城市 这个警方都是加强戒备 这个征调人数 我们看到LA是这样子 Houston是这个 是这样子 芝加哥 甚至你看连纽约市的这个 Macy百货公司 在第五街上头 他也开始加强了 这个措施 怕这个暴民 就迫害了这个Macy百货的 这个橱窗这些情况 所以这次是过去 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这个选举之后 美国会很多的讨论 要谈以后的这个选举资料 怎么样的修改 因为这个Electoral College 这个选举人团 从以前开始就有很多争议 第一次的选举团的争议 就是1800年的大选 这个John Adams跟Thomas Jefferson 这个两个代表 这个不同的政党 那在哪里选举 当时就是用这个选举人团的方式 这个来进行的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僵局呢 大概后来到了 由众议院来进行投票 结果在七天之内 众议院投出35次 还是个没有办法过半数 还是个僵局 最后第36次 因为已经要 到下一任要就职的那个时候了 就经过这个Federalist 联邦派的这个 Alexander Hamilton出来 这个协调 送这个不同党的 杰弗生这个当选总统 所以这个选举人团这个制度 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争议 然后每一次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 要修改 不是这么简单 行政命令就可以修改的 所以你看过去妇女没有投票权 在这个Progressive Movement 进步主义运动时代 要经过地方的立法 还有联邦的立法 宪法要进行修正案 还有黑人过去没有投票权 那黑人要有投票权的时候 也要经过这个宪法的这个修订 要经过这个修正案来进行 所以这个选举人团 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 但是不是不能改 但要时间 但是我相信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完了以后 很多美国精英会开始反思 美国的制度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觉得这一次差距会很接近吗 那真的可能会发生暴动吗 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两个人在普选的票的差距 不会超过3% 因为上次选举 普选的票里面 川普是输给希拉蕾 这个输给2% 是46% 这个比48%点几 所以这一次的 本来是川普 你看看CNN FOX 他们的这种预算的话 那估算的话 那川普大概是输了8%到10% 可是现在呢 新的这个东西出来了 尤其我们看到 这个大的媒体 现在很多开始进行调检 连英国的Economist 昨天也发出过新闻出来 说呢 他们预估 是这个拜登当选 但是他加了一句话 我们也可能犯错 可能会哭错 经济学人这么说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这些大的这个媒体呢 他本身开始骑墙 或到最后一刻 开始改变 那这个有没有 对选民会有影响 会 因为有些选民呢 他认为他自己的 这个判断力还不够 他需要别的这个 人的意见来做reinforcement 所以到最后一刻的话 如果这个媒体讲呢 说那个人 还是有可能当选的话 他可能想说呢 我这一票 也许可以发分作用 所以我转向 或者我本来不投的 那我现在来进行这个 这个投票 那我们这次可以确定 就是因为这一次 这个国际 跟那个美国国内的情况 再加上疫情 很特殊 所以投票率呢 会这个提高的 过去美国人的投票率 是非常低的 还有呢 美国的大选的最有趣的 我个人最有趣的 就是选举完了第二天 去买一份 USA Today 因为这有什么特色呢 他会把全国各地进行的 公民投票referendum 都把它列出来 比如说加州 在这次利用美国 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推出什么 这个公民投票 过去有推出来什么 是好莱坞独立 或者是说这个abortion 这个态度要改变 也就是全美 会借着这次的大选 有很多地方事务 会进行这个公民投票 进行这个referendum 所以这些呢 都是呢 这个大选提供来的一个机会 那刚刚讲这个分裂投票 其实这次呢 共和党那边的 比较没有保护是参议院 因为共和党有53席在参议院 这次就会看到 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子 如果拜登 这个输了 还是川普连任 但是呢 共和党能不能在参议院 还保持住多数 这会是还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 这个重点 因为这个众议院呢 应该还是呢 这个民主党 这个居于这个多数 是可不可以完全执政 马上连线给老师 但是我先请教老师 吴朗东 那以你的观察 真的拜登没有在选吗 拜登真的是躺着在选 照道理 现在视讯这么发达 你可以进行很多的视讯连线 川普如果一个晚上 可以跑五个州 为什么 拜登是胜券在握 所以稳稳的只守住 自己的老巢 自己的老家吗 来你的观察是什么 没错 我去看着拜登 以及川普两边的竞选网站 非常吓死人 大家不要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节目 好像很少拜登造设场合 人山人海的影片 因为就是没有 在川普自己的网站上面 又放了非常多 他造设场合 你看到这个空拍下去 哇这个人山人海 在密西根大团是 最后一场的竞选活动 然后川普在这边的话 在推特上面又加了一句说 拜登他一直说 要把页岩油开采给停掉 会造成深化石油业 十几万 甚至上千万人产业的一个失业 哇这么套大一个场面 可是反观拜登这边的话 是完全尽敲 像是看不到他一个 密集的一个行程 就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说 川普已经赢了 不过他真正的意思 其实是讲说 如果川普输了 他也虽败有荣 因为他过去四年实现了 美国的自由跟繁荣 可是大穿黑CNN 也转向这个就有意思 CNN他原本对川普很不友善 可是他现在转向的根据在于说 爱荷华州当地的一个早报 他现在最新的 在1号做出来的民调 发现的是说川普以48% 领先拜登的41% 领先7% 无巧不巧 四年前的时候 同样的这份早报 同样爱荷华州 川普也领先了希拉蕊7% 而且最后结果开出来 川普领先了9% 所以说CNN跟华尔街日报 纷纷都开始有转向跟调整方向 这个时候 进一步来看 造势场合中发现了什么 川普在一天之内 就是他竞选行程 你会看到不止五个 为什么 因为连副总统也跟着连续跑了两个 然后川普一天之内 一个晚上跑了五场 这个造势里面 北卡罗兰 宾州 密西根 威斯康星等等 总共有四个州五个地点 非常惊人的这个体力跟行程 而且每一场几乎是完全爆满 然后你就会看到是说 在拜登的这个场子上面 他当然请出了他的王牌 演艺圈天王巨星 Lady Gaga Lady Gaga在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给拜登非常多一个支持 可是各位看到 影片过程中很奇怪 都没有拍到底下的一个观众 只有他在上面上歌 为什么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 这个有趣的这个真相 因为这个影片我反复看了非常多次 但是Lady Gaga也被人批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穿着 原本是穿了一套的深蓝 穿黑色的衣服 为什么 用我们台湾选举的话来说 他要装庶民啦 就因为他要去争取 就是当地非常多工人工业 制造业从业人的支持 可是呢 过去大家都知道说 Lady Gaga 他的形象上面 是比较这个丰富多 是很时尚的 所以他这样子要争取工人支持 一个态度也引起了很多网友 其实觉得效果有点 不是很好 那这过程当中呢 你会去看到是说呢 不只如此啦 川普的竞选顾问 也跟Lady Gaga在推特上面 进行了网路上的口水大战 这非常的精彩 很少看到有一个竞选人团队 川普竞选团队 会跑去呢 跟呢 这一个大牌的演艺巨星 有八千万人追踪的Lady Gaga 互呛 他就说什么 哇你呢 过去在那边呢 讲了一些停止开采业研究 会造成很多人这个失业啊 然后Lady Gaga还转贴这一篇 继续呢 去嘲讽说 很高兴的是说 你们免费的话 那个我免费住在你们脑里面 整天惦记着我 然后结果底下呢 那个川普的顾问Tim 还继续呢 就给他回应啊 谢谢你呢 这个这么把你这个消息弄出来 让你的八千万这个粉丝 看得到 那在网路上面也继续进行 这样的一个唇枪舌战 而在过程当中 川普呢 在稍早的这个时候呢 更去到了这个拜登的出生地 宾州斯克兰顿 你看到这个地方 非常的惊人 这么大场地 刚刚看到的时候 川普演讲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一个场地 号称超过十万人以上 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是拜登的场子 完完全全是看不到了 那拜登的场子撞得怎么样呢 也包括说川普在刚刚呢 我们看到的宾州这个场子上面 就怒呛了Lebron James 为什么呢 因为Lebron James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去支持 这个黑人的这个运动 黑名贵的这个运动 而且在八月的时候 季后赛才达到一半 扬言说要带你胡人队去竞赛 结果后来的话 NBA高层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竞赛的话 不只是总冠军那些都没了 大家薪水可能会缩减啊 那所以说最后呢 他走到一半就缩回去说 好乖乖把他抵赛打完 最后也拿到冠军 他也拿了MVP 可是过程当中 Lebron James对于川普 有非常多的批评 所以川普呢上台呢 在宾州这个地方 大力的回呛 就呛Lebron James说 你这场比赛 这次NBA收视率降71% 然后你这篮球到底算什么 这个就是表现说 川普他的一个人格特质 一般来讲 他政治人物应该以和为贵 可是川普对于直接攻击 他的这样的一些演艺人员 体育人员 是直接抱持攻击的态度 那但是就产生了一个争议的点 是说川普虽然口很硬 可是事实上来讲 有非常多黑人也会支持他 因为他确实造成了 黑人的就业机会 这个在新台湾加油的来宾里头 也充分反映 这个赌盘 台湾人的赌盘 跟国际盘事实上 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个美国之外的亚洲盘之外 台湾是一面倒 赌的是川普一定会胜选 在晚上将近九点钟 因为包括了路透社揭露 一个最新消息 美国受台湾的MQ-9 这个死神无人机 国会即将要批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密集 几乎在川普上任以来 几乎在他最近的一个月当中 已经第四度的批准 不过呢 的确这个总统大选 今天进行投票 但是未定之天 拜登很多全美的民调 进行领先 但是川普在摇摆州 好像有逆袭的一个可能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 都说川普已经是赢了 我们更多的消息 一一为你前进 那么首先要连线 给国会观察基金问候 姚立明老师 在现场呢 跟我们进行对话 有丹江大学外交 国际关系系的荣誉教授 戴万钦老师 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 何波文 日本的产情新闻 台北支局长 石柏明夫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赵宇少老师 包括了前空军副司令 张艺廷张将军 还有退役的陆军少教 于北辰 还有时事评论家 温朗东 那我先请教是这个杨老师 杨老师我想请教 以台湾的角度 你怎么看目前进行当中 有人说是倒数计时 因为今天在进行投票 以台湾的角度 台湾的态度 你怎么看这次 美国总统大选的杨老师 从台湾的角度 因为蔡政府的外交政策 会发觉到 它从没有所谓的靠边站 或者偏废哪个党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可以从 美国的国会不分党派 不管参众两院 对台都相当友善互动 可以知道 换句话说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最近的 台湾关系强化法案 就是由两党参议员 由民主党的莫克里 跟共和党的卢比奥一起提出来 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是跨党派的合作 对台湾都非常友善的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川普现在执政 台湾的执政团队 跟川普的这些幕僚 或者他们的国务院 互动的比较频繁 这个当然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台湾会有一些人认为 台湾的执政党蔡英文 他们有靠边站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这不符合事实 所以更何况拜登 在阿扁执政的时候 就曾经来过台湾 对于台湾也并不非 并非全然陌生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管谁做总统 或者参议院这个国会 多数如何的改变 美国对台湾友好的大趋势 对抗中国的大趋势 应该不会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就是台湾现在 被美国觉得 大多数的舆论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国会也好 政府的一些人员也好 的印象就是台湾是一个 民主自由的一个灯塔 这个印象越来越深刻 而且台湾从未主动 在台海挑衅中国 这个印象也被 跨党派的人士所供知 所以台湾因为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所以美中关系不论怎么样的尖锐 美中对抗不论到哪个程度 或者将来拜登如果当选总统 有的人认为会美中会稍微缓和 这个对台湾来讲都不会 在我来看不会有直接利即不利的影响 因为美中矛盾的主因 从来不是台湾 是美国跟中国在国际进夺上 不论是贸易 不论是科技 不论是南海 不论是太平洋 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利害关系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台湾都不是扮演主要的角色 所以美国不论谁当选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不变 有两个不变 第一个就台湾地缘的战略地位 不会变 这是美国不会 美国朝野都有认知 台湾在岛链的战略地位 台湾在维护西太平洋安全的战略地位 都不会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台湾清美核中的战略立场不会变 也就是不论拜登还是川普 连任还是拜登当选 基本上台湾清美核中的大方向不会变 而美国对台湾友善 对中国继续竞争 甚至于防堵的这一个方向也不会改变 即便拜登当选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从台湾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虽然美国的选举非常混沌 我不敢做任何的预测 是因为我没有看过任何美国真实的民调 因为民调不是看结果 是要看它分析的 所以而且美国的章鱼县 Vigo County 它是48比48 这一个平盘 我认为这次会非常的靠近 所以现在从民调上很难观察 谁赢谁输 可是我个人认为不论谁赢谁输 基本上台湾对于美国来讲 台湾对于美国来讲 其实大方向不会改变 也就是台湾的战略地位 美国会继续重视 然后台湾自己主动 对于共和或民主两党的友好 其实不会有所编沸 所以我们也不会 是因为我们站边站了 而有另外一个总统当选 我们就失去某种友好的态度 我相信是不会的 好 谢谢杨老师 那我请教张雨昌 那为什么国内的唯一政党 唯有他在进行 所谓的政治豪赌 政治赌注吗 这是国民党 他真的是压了 是拜登会当选吗 昨天是不是有人说 川普当选的几率是零 这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来 张雨昌他是谁 国民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分裂状况 党中央还有实力派的朱立伦 明明告诉大家说 党的立场绝对不会发表美国选举的评论 不会压表 朱立伦也告诉大家 但是呢 林维舟跟林玉芳 这个林玉芳就是刚才小军所说的 国民党智库的这个重要的学者 他认为选举结果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之前的党团重召林维舟 也告诉大家说 不要吃莱都 拜登加油 动算 我来问大家说明一下 国民党的潜意识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一箱祈愿 第二个叫不切实际 一箱祈愿什么意思呢 他天真的以为啊 川普啊 是支持民进党的 是川普是民进党的朋友 所以呢 川普的敌人叫拜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犯了很大的错误 首先 谁告诉你川普是啊 民进党朋友而已 川普是台湾的朋友 第二个 谁告诉你说啊 拜登一旦当选了 他就把民进党当敌人 不把台湾当朋友了 第三个 台湾真正的敌人 是中国的习近平嘛 所以这叫国民党的一箱祈愿 第二个 他叫做什么呢 不切实际 他天真的以为 一旦拜登当选之后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必然发生大转弯 发生大转弯跟转向之后呢 国民党封存库存已久的九二共识 这时候就可以隆重登场 所谓拜登大转向 就是会变成非常非常轻忠 然后呢 再走过去所谓的交往政策 这些都是我过去的老师们 就算是拜登走交往政策 也是有限度的交往 英文叫做 但是呢 这些判断 基本上是有很大的落差 刚才他已经说过了 美国的主流民意呢 是抗中跟反中的 第二个 拜登的所有的测试呢 基本上 在所谓的中国政策上 就在步骤跟程度上 跟川普有所落差 所以说呢 国民党基本上 押拜登是一厢情愿 跟不届实际 为了是什么呢 他不去检讨自己的中国政策 只一心呢 想把马英九时期 跟欧巴马时期的 所谓的九二共识 拿来变通使用 那我们来看 又有两个人在朝前部署了 什么意思呢 三个人 朱立伦因为呢 他建制2024年 所以他已经叫幕僚们 开始呢 去沿逆美中关系的发展 我说 嘴巴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已经假设是拜登要当选了 朱振云的人呢 规划朱立伦要去美国 访问啊 接触啊 民主党跟共党 我平心而论 这是对的方式 为什么 国民党连续两个总统候选人 连美国都不能去拜法 一个是谁 一个是洪秀柱 一个是韩国瑜 另外呢 马英九的动作更明显 什么意思呢 马英九基金会又来了 准备跟文化大学社科院 文化大学社科院的院长 就是准战争论的那位赵教授 举办什么呢 我之前跟大家预告过 马英九麦丽演出 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 明年马熙会隆重登场 马熙会五周年研讨会 因为2015年11月9号 就是马熙会 刚刚美国总统大选完之后呢 马英九迫不及待 要成为了新的主角 隆重登场 干嘛呢 讨论美中台局势 以两岸关系的发展 他的这个想定跟假设 也是以拜登当选为主 最后隔回江义化 因为呢 他是他的行政院长 江义化有个长风基金会 那更巧了 他们是交叉此股是不是 找谁呢 国安会秘书场书记的台北论坛 长风基金会跟台北论坛 一起合办研讨会 这两个单位过去呢 办过什么呢 就是不正常国家安全研讨会吧 所以这场研讨会呢 结论会是什么 我们密切期待 希望明天呢 这个选举 真的有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看看国民党 用什么样健康的心态 去面对选举开标的结果 好 非常资深的记者 杨毅在上报当中 揭露这样的一个事实 谁在赌 拜登会赢 谁在下政治赌盘 那如果依照这个脉络 看起来 他在超前布施的过程当中 何波文 好像国民党期待 在这一场大选之后 拜登赢得了大选 入主白宫之后 他认为美中台洗牌 美台关系洗牌 更包括了美中关系 也会全面洗牌 是这样子吗 来 波文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蛮遗憾的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 我过去长期以来 我认为国防外交人才 应该还是不少 那包括你说现任的 党主席江启臣 他也是流美的 朱立伦也是流美的 朱立伦甚至在过去 危机解密的时候 一度被认为过度亲美 那可是现在这个国民党 对这个美国态度 好像有不太一样的感觉 就是说因为川普 现在跟中国在抗衡 所以他们就变成 把川普好像也视为是 这个敌人 因为这个国民党 这些年来不断的走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亲中路线 所以这一次的 这个政治赌盘 他们就是压拜登 那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呢 很清楚 你可以去看 所有民进党 台面上的真人物 绝对没有人敢公开讲说 他是支持这个拜登赢 或者是支持川普赢 至少台面上的党公职 没有人这样去做 可是国民党 最具代表性的 立法院党团的总召 林维州 他公开讲 就拜登会赢 而且他就是挺拜登 那包括这个长期 在国民党内 国防外交委员会 也担任过好几届的 这个专业的立委 林玉芳 他也说他支持拜登会赢 那这样的一个论点 其实在 尤其在这么紧张的 一个局势里面 我觉得听在这个美国 可能驻外单位的 这些情报收集里面 恐怕会格外的刺耳 那我觉得就现阶段而言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 这样的一个美国选举 把它拘泥在 很狭小很偏狭的这种国内 台湾国内的这种蓝绿 政党斗争 我觉得要看的是一个 国际的大格局 其实美中这个抗争 这已经是一个趋势 美中从过去美国认为 中国可以因为经济的改变 而带来民主 带来社会的质变 现在已经是完全失望了 所以美国现在知道说 中国的霸权崛起 对于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 绝对会是个威胁 对于美国老大哥地位也是个威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知道至少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内 我认为美中这种抗衡的 这个格局是不会改变 而台湾有非常独特的天然地理位置 加上我们的政治制度 跟美国是相符合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只要期待 美国是透过一个公平 合理的一个民主制度选出来的总统 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 是来我请教张将军 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 共军又来了吗 昨天国防部的即时动态里头 告诉大家 他昨天派出的八架次 有五个机型来到西南空域 来又是什么一个架次呢 来张将军 昨天八架次有两架的运八 两架的这个千十 也两架的苏塞海三十 还有两架的千十六 他昨天换句话说也是多机型 不同的机种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整个 西南的这个空域这个地方 现在空域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 中共它的常态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节奏 第一个先有破口 破口完毕之后 破口久了之后变成窗口 窗口完毕之后就变成形成常态 常态完毕之后到最后变成直变 所以它有这个四个步骤 现在已经到常态去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 它这个距离这个台湾算很近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整个距离拉过来 飞行时间大概四分钟 就可以到台湾了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 台湾的高雄跟屏东 是非常近的地方 它来的有两架的运八 一个是运八的反潜机 另外一个是运八的技术侦察机 也在做战场勤收 也在做战场的经营 另外的就是 它有三款的战旗机 我们叫战斗机 包含千十 包含千十六 也包含苏山洞 各两架 加起来六架 加起来是八架 它这个地方过来 我们有三个可以做分析 第一个 非常重视巴士海峡 因为巴士海峡 平均宽度170公里 是美国所有的军舰 85% 包含美国的航母 要进入南海 都要经过巴士海峡 这个地方可以二控 整个巴士海峡 换句话 巴士海峡 是进入台海跟西太平洋 进入南海的战略的孔道 这个地方中共在这边做战场经营 第二个 它派两型不同的 一个反潜机 一个是技术侦察机 也在这边做勤收 我们昨天的时候 知道 中部的军团跟南部的军团 战备舟 因为上个礼拜 是北部的军团 中部跟南部 他也在那边做勤收 你有这些军事上的动作 他也可以知道 你的军事上的 整个动态的一些 一些调整 部署 或者是地面上的激动的状况 他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勤收 这个是中共的运巴的 运巴的远干机 在做起飞 在做起飞 也在做这些情报收集 这个是远干机 远干机也可以做 电子的侦察 把这些电子的讯号 雷达的讯号 还有其他的通讯的讯号 通通收回去 这是运巴的远干机的 这些的动态 还包括了一些 这些他的飞机上的装备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运巴的远干机 如果是他的高度 低到3000公尺以下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 他可能会丢些东西 到海里面去了 做海上的这些探测 我们要去看他丢什么东西 有时候必要打捞 因为他会把海下的这些水纹 海下的这些 这些里面的地形 他都做收集 这一次八进八出 我看他的高度里头 进入我们的西南的防空识别区 大概是3500公尺 到7500公尺 还没有低于你现在所讲的 如果低于3000公尺的话 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留意 他会丢一些东西到水里面 你没看到 因为他丢东西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丢 就要注意到他有没有丢 可能渔船或附近要去看 他东西会跑 这个是无人的探测器 把所有的水纹 海下的这些地貌地景 通通收起来 做战场经营 以后他的浅舰的进出 他都可以充分的掌握 我们有足够的战绩可以应应吗 他这一回又是歼16 又是歼10 又有苏海30 我们应应 我们怎么去应应呢 应应的话我们派最近的 台南的IDF可以起飞 加一的F16起飞 我们原理上要多一点 我们不要整个任务 压在台南机场或压在加一机场 大家交互蹲跳 轮流使用 一定要过去做一个空中的警戒 你有警戒才可以驱离 如果没有警戒 他整个的优质航线 会向台湾这边移动 你有警戒的时候 他把它挡在那边 他的这个空中的态势 就可以摆出来 我们有在这方面做句子 做一些监视 做一些警告 最后做驱离 有这种动作 那这一次的历舰演习呢 F16的演习 历舰演习还正在登场当中 因为已经进入第八天了 对不对 还有三天的历舰演习 从历舰演习当中 有看出什么样的特别吧 今年来讲 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今年的历舰演习 它这个是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我们知道今年怀太明映军演 是在九月 雷根号没有参加 也许疫情的关系 但是这个历舰军演 从十月二十六号到十月五号当中 雷根号参加 米利坚号的两栖单级舰参加 日本的加赫号 这个是四万顿的 也是准航母 它可以载F35的 明年就可以载F35了 它也参加 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比例变大了 航母参加了 第二件事情 它在路尔岛跟沃舌岛之间 有做这方面的 有这方面的夺岛登陆跟反登陆演习 第三个 它非常重视的电子对抗 电子对抗 也就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电子战 电子战一定要先做 我们没有先做的话 在电子战上方面 你在战场上 你会列于被动 还有很多的这些 高科技的武器跟装备 你没有办法做施展 这是历舰军演的这些演习 包含美国的女兵 刚才有看到美国的女兵 这个是美国还有日本 做联合 因为后面的国籍 我们就知道 后面是鱼鱼 鱼鱼的鱼鱼飞机 它是一个直升机 目前全世界最快速度的直升机 就是鱼鱼直升机了 它这个也参加这个演习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加贺号 加贺号的准航母 这是日本的最大的184 它就叫直升机的飞弹驱逐舰 然后这个编队过去 这是鱼鱼的直升机也出来了 换句话它有动用的这些 比例非常庞大 包含美国把B1B的枪骑兵的飞机 进驻到关岛也来参加 B5是轰炸机 刚才有看到那个影片 搭配的FA-18编队通过 换句话说非常重视空拳 我们可以看出几个特色 非常重视空拳 非常重视电子战 非常重视的就是登陆跟反登陆的作战 这个可以看 今年的厉害演习 那明年有个日本的大陆大型的演习 是动员14万了 这个也验证一件事情 就是验证美日安保的合作 今年多了一个加拿大加进来 今年第一次厉害演习加拿大加进来 那明年的演习也是印证这些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整个的一个趋势来看 这个是厉害演习就是印证到 美日安保 另外一个演习要有假想敌 假想敌就是中共 就是清楚 但是不能说 但是要去做 对 做跟说 他就把它为了两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看出 这个轰炸机群带着这个 这个F-A18通过 这个是一吐滴 空中已经起来带着这个飞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你知道今天在立法院 国防部长颜德发 认为美国总统大选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局势 在今天立法院 即昨天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特别提到 我们都有完全的准备 因应各方面的情势 而且他希望美 他也认为美方方面 当然会加强戒备 今天颜德发是认为 当然在这个时候 国军是完成相关的准备 我觉得这些论述里头 都是要安人民的心 所以将军你回座 我请教是 这个宁北城宁将军 宁将军本身 他自己是陆军 这个前空军副司令 张爱廷将军 他是空军 我们所看到的 昨天晚上到今天 这个战备州所登场的 宛如又是一场一场的 城乡城镇的保卫战 所有的战车通通都出动 包括金门跟马祖 包括了中南部的军团 来你看到了什么 这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这个战备州 这是国军 从战车从迎门 甲车一路出来 其实战备州 已经实施很久了 从大概1990年 我刚刚到部队报到 就有战备州 但这个战备州 以前叫闭门演习 不给老百姓看到 因为第一个是保密跟禁术 第二个不要扰民 最主要是不要扰民 这么多战斗车辆 你看从大门出来 一路经过学校 经过道路 如果经过了人马很多 交通非常堵塞的地方 会造成交通的大堵塞 所以以前我们尽量 都是在三晋半夜 晚上一点钟机动 然后清晨六点钟以前 一定要全部进入战术位置 目的就是不要扰民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 国防部做了一个 非常大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突破 符合了全民国防 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白昼 而且你看官兵 官兵在旁边帮他加油 不只官兵 等一下你要看到小学生 还要看到小朋友 拿着国旗再挥 这都是一个非常突破的做法 也就是说国防部 突破的以往 所谓的不扰民 这是沿路上的小朋友 你看这个学校旁边 所有小朋友出来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 全民国防教育 就是平常你要看这些 八轮甲车 你要看这些战车 除非营区开放进去 而且进去看到 他是停在那边的 他全部 这些小朋友 他看到战车 看到了八轮甲车 以前是电视里面看到 或者是静止不动的 他今天看到 那是活的 这个甲车是活的 由阿兵哥在那边开 然后在他面前这样开过去 对这些小朋友 他心里的见识是 原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书 有一群国军的将士 正在保护国家的安全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 一个所谓的国防教育 可是我说 国防部这次为什么做 用心良苦 他这一次其实 从营区出来 经过了学校 为什么要经过学校 你看包含战车 为什么要经过这些主要道路 以前都是绕开的 以前你有外环道 你有人烟稀少的地方 战车尽量绕开 不要进入人车多的地方 也就是不要妨碍人民的活动 但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精准的验证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叫做 战力保存 所以他所做的 所有的行军的方式 不是战术行军 他是行政行军 什么叫行政行军 就是车与车距之间 距离并不大 大概距离两到三个车身而已 如果是战术行军 车椅的间隔距离 超过一百公尺以上 因为要防止敌人的 所有的攻击 所以这次做的是行政行军 为什么要快 一定要快 所以我要走最佳的路线 最近的路线 进入我的战力保存位置 所以很多人说 这国军是不是在作秀 我说不是 因为所有的弹案打击 所有反击的动作 在汉光演习已经做过了 我们一个年度 我们已经做过了一次 整体的总打击的一个演习 汉光演习 这一次是从营区 做疏散 做战力保存 等于说是避免敌人 第一级对我的伤害 所以说他必须要走最快的路 而不是走那个最不扰民的路 那从前我们以前 因为真的是为了不扰民 全部都绕远路 所以说真正要战车 假车那个机动的实际的测试 很少测试 我们都是用一般的轿车 用战车的速度 然后进入营区去 进入这个市区去测那个速度 那再怎么测 测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轿车很窄 这个战车多宽啊 这个进入整个市区之后 你可能要占两个线道 我以前带部队出去演习的时候 我最怕进入市区 因为市区的这个线道中间 有那个所谓反光球 那个反光球 我一路全部把它压迫 结束之后我就要赔了 那一个反光球都两三千块的 那我一个战车 从街道走过去 这一路要赔很多钱 所以说这一次国防部 能够有这么大的突破 一来是全民国防 二来是让所有的战车的驾驶 他真正体会到 我未来进入战力保存地区 我就是走这个路 我不要再测赛 不要再假了 不要再用什么轿车去代替 没有替代品 就是这个车 而且这个对整个作战的 心理素质有很大的影响 在装甲车上 或者这些战车上面 有什么基本的配备 或者是这阿兵哥的基本配备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光是这一型云豹甲车 你看这有的有炮塔的 这叫三菱鸡炮 这个是三菱鸡炮 这个鸡炮 可以在两千公尺之外 击穿一百厘米的钢板 均值钢板 就是它是一般的钢板 一百厘米 我可以击穿两千公尺之外 这个是我们国家自制的甲车 那后面这一款 你看这个是无线电 他们所有的这个甲车旁边 大家看一个洞一个洞 那不是破掉 那是射孔 那是所有的步兵 要把枪拿出来 对外做这个乘车射击 那它本身的车上 这次的云豹甲车 其实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甲车 一个最大的突破 我们以前的甲车 上面那一支 它的车装武器 不管是踢拐式机枪 还是所谓的四零榴弹枪 都要用人去操作 要露头 所以大家可能在很多 黑银计划里看到 头一露出来 就有被人家伤害的这个可能 但是云豹甲车 它多了一种设施 叫做TC93的 这叫制控炮塔 它人可以在里面 我人可以在炮塔里面 透过热源成像仪 对车子之外所有状况 一清二楚 而且我可以用整个电脑 人不用露出炮塔 直接对外的目标实施射击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人 自制云豹甲车的一个特性 就是减少我们所有 作战官兵的一些损失 然后提升作战效能 是 非常谢谢余将军 来 余将军入座 这个其实很简单 城乡保卫战当中 是在告诉大家 你假设解放军 如果攻进来的时候 我们国军怎么去应应 请教的是苏呼问 马上要交给石斑老师 美中贸易的一个开战 包括了美中之间的军事对峙 随着总统大选落幕之后 不同的人当选会呈现什么情势 你的评估会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不会大改变 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很特殊 过去的 其实从2015年开始 这个反中 美国人民反中国的 这个意向很强烈 最近有三个不同的民调 一个是美国的Pew Research Center 一个是Politico 还有CFIS 三个很权威的民调 掉出来70%的美国人 对中国有反感 30%觉得中国是敌人 36%觉得中国是不友善 所以你在这个大局面里面 难得两党得到一个共识 所以为什么今年这一期 116期的国会 会有300多个提案 关于中国的 这个就很明显 美国的民众 跟美国的民意代表有共识 所以虽然说川普 说拜登可能会跟中国 会比较好友善的关系 对台湾不好 当然这个对我们台湾人 是很紧张的 但是如果意外被拜登当选的话 我觉得他也不会 说轻易的 就直接去跟中国打交道 因为美国的民意 目前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当然是希望 川普继续连任 然后继续帮忙抵押中国 对台湾的威胁 对继续高官频繁的造访台湾 继续密集的军售台湾 从决战之夜 你自己到现场 对不对 你观察这个选举 有二十年的时间 从这个投票之前 决战之夜 跟这几天的场子 苏国你自己到美国 不管是拜登的场子 川普的场子都去看了 你自己有嗅觉出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台湾所嗅觉出来 这两个场子差好多 但是呢差好多 有一个是因为拜登蛮遵守 social distancing的 那因为你要隔两公尺 所以他人数相对是少 那川普那边很多人 其实我看也不戴口罩 可是密密麻麻 的确是人数非常非常多 你自己在现场到这几个场子 你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我对个人的健康 跟这个防疫的意识 我也是挺强的 因为我也是台湾人 我过去这一年也有在台湾过 这一次的疫情的影响 其实如果吃好胆药 说像我许多的朋友 是穿粉 去参加这些节目 也不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距离 其实是对自己的生命在祖国 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 我去过拜登的 还有民主党的节目 他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说 看起来好像冷清 很冷淡 因为他就是叫他的支持者 你们在家就好 我们用多媒体方式 用Zoom Call 或者是我们用Drive Thru 就是大家开车来 我们在一个大操场上面 做个证件发表 这样就好 但是并不代表说 并不代表说 他拿的票就比较少 好 谢谢苏顾问 我们持续会跟你进行联系 谢谢苏顾问 来我请教石板老师 来最后两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你觉得他会做哪些事情 优先会做哪些决策 我觉得川普要当选的话 他一定要对中国 他选举的主轴要打中国 所以说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第一步他要清算 这选举中的杭特拜登事件 那么杭特拜登事件 背后有牵扯到中南海和习近平 等很多的中南海的政要 那么也就是说中美的冲突 将会上一步升级 那么作为习近平来说 我觉得现在他正在做一件事 就是销毁证据 因为川普要 正在灭证就是 如果川普要查杭特拜登的话 一定会查到中南海 所以说一定要撇干净这个事情 同时他要 另外一个他先要备战 因为说川普觉得 我本来可以躺着选 但是因为有武汉肺炎 惹得我现在选得这么辛苦 让美国造成这样 所以说他对中国 中国现在最害怕的一个是 他打南海的岛 中国在南海黄岩岛 永兴岛很多岛都有军事设施 那么美军现在已经说 他这些建设全是违法的 那么美军随时可以攻击 那么所以说中国最害怕 如果说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 被美国攻击 他军事设施被销毁的话 那么他现在吹牛吹的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在国内缘不上了 因为他没有能力反击 还有一个他很害怕 川普对他实行斩首作战 所以说习近平很可能 有一段时间不太敢出改 是这样子 一切都还在变动 你也不知道这个票到底要开多久 那也是破天荒 破天荒 从来台湾没有这么关心过 美国总统大选 那在今天的投票 因为时差的关系 选举的结果最快 可能在台湾时间 等于说明天 最快最快 明天下午才会出来 那我们也知道 台湾因为长期是给国际孤儿 所以我们说连赌盘呢 金钱游戏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这种情感方面 就觉得说川普当选 至少比较可以保台湾的一个安全 台湾的确有这个感情的因素存在 不是在乎说这个赌盘多还是少 非常谢谢各位 来持续锁定明天特别报道 我们再会